这三年 竟然发生了什么多事 离心不在修黄河上 心无旁骛 自然是不知道这些了 柳玉如露 原来你才是真正的食欲娘子 那些糕点 还有熟悉的胭脂香气 还有送去逢幕的免疫 其实都是你做的 嗯 这三年 苦了你了 我没什么的 因为我知道 我们终有一天会重逢 人心里有希望 就不觉得苦 就是 真正受苦的人 是你 我一直以为 时间会冲到所有的苦楚 可是我错了 所以我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 都放在了修山黄河上 因为只有这样 我才能尽力的不去想你 如果你不回来 我真不知道 该去咱们面对我保护的遗伤 我才会冲到你了 九思 我回来了 是啊 你回来了 看来我顾脚死云 终究还是幸运 对了 这三年来 骆子伤血洗扬州的肿炉罪证 我已经在陛下的收益下 全部收集妥当 等这次回东都 新账旧账 那我们在圣家面前 全部算一次 让恶人付出代价 为我们死去的亲人 和朋友偿命 我们终于可以看见一个 排阴核心的大侠了 过去的局面 有多黑暗凶险 未来就有多光明灿烂 九思 一切都好起来了 这一切竟然都是陛下的安排 我在心里面记得了三年 就连离开的时候 也未曾见过他一面 甚至连心都没给他写过 陛下不怪你 陛下不怪你 陛下有些话还偷我告诉你 他说 他年轻的时候 也同我们一样 不理解那么多不得已 后来渐渐懂了 便只能用年迈的身躯 去铺平一条路 让我们年轻人 堂堂正正地走下去 未来的大厦 终归是属于我们年轻人的 月如 我想为东斗了 我想陛下 陛下也很念着你 那你会发现